太好吃了 超级超级甜 不是叫菠萝蜜 它是叫榴莲蜜 好吃 嗨大家好我是阿霞 阿霞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云南有多少种热带水果 这个叫巴西方樱桃 紫色的就已经成熟了 摘掉 嚼两个尝一下 酸酸甜甜的真好吃 你看它里面是有盒的 我把它的纸处出来 好吃 这个就是我们的牛油果 这几个还没有成熟 你看这个牛油果品质很好的 摘一个 还没熟 给大家看一下成熟的牛油果 直接竖上手 嗯 超级超级甜 哎呦 你看 好肥啊 这个是红色的龙眼 你们肯定都没有见过 尝一下甜不甜啊 嗯 它有股自然的清香 这个是人心果 是越南进口的一种水果 你看它现在还没有成熟 它成熟了以后会跟土豆差不多大 这个感觉有点要熟了 摘掉了 你看它还有白色的酱酱 但它应该还没熟 嗯 好硬啊 哇 还没熟就好甜啊 你看它里面 这个点甘辣 你们肯定都没有见过 我们云南会吃这种甘辣 把它蘸辣椒粉 要把它泡水和加一点冰糖 夏天的时候很解渴 你看它里面的果肉是这种样子 很酸色 然后你吃了它 以后你再去喝水 那个水都是甜的 这个不是叫菠萝蜜 它是叫榴莲蜜 又是另外一种品种 我跟你们说 这个榴莲蜜了嘛 爱吃的人很爱吃 不爱吃的人吃人像臭袜子 反正我是不喜欢吃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甜酸饺 你们外省的朋友有没有吃过 云南人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 甜酸饺 大家来云南看到这种 千万不要猜到 不然会让你们体验 什么叫神不如死 红火椅 大名鼎鼎的红毛丹 大家有没有见过 这是小时候吃的那种红毛丹饮料 这个就红了 你看 红毛丹的 这里有两个熟的红毛丹 红毛丹的里面跟荔枝有点像 也是吃它的果肉 晶莹剔透的 你看它里面也是跟荔枝一样 白白嫩嫩的果肉 有一个糊 巨甜一点酸饭都没 这个就是火龙果了 但是不晓得是什么杏子 猜一下是什么杏 看一下 红杏 哇嘴太甜了 你们来云南吃水果真的不亏 因为云南的水果真的好甜 太好吃了 五子柠檬你们见过没有 这个应该是你们最常见的 一般冷饮店 你们去喝柠檬水 就是这个五子柠檬了 这个是黄柠檬 另外一种柠檬的品种 就是大家超市里面经常买到的那种 它现在还没有成熟 成熟了以后也会变得黄黄的 跟这个一样黄黄的 这个是黄金百香果 还没有很熟 这个是它的花朵 这个是黄金果 它现在没有成熟 成熟了以后 它表皮成黄色 这个是红色的芭蕉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芭蕉 叫小芭蕉 这个真的好整齐啊 种的 那个木瓜树你们看到了吗 它上面的木瓜还没有熟呢 还在清 今天阿莎带大家看了这么多热袋水果 你们最喜欢吃哪一个呢 评论区告诉我啊 拜拜